4月4號 然後很神奇的是 我之前說我只要擦這個天氣單 我的臉就會 過了大概十幾二十分鐘 我的臉就會超紅超紅 然後從昨天晚上開始 跟今天早號 我擦完天氣單之後 我現在擦的是化妝水 我擦完天氣單之後 我的臉就再也沒有紅了耶 所以 因為以前又是這種時候 我的臉其實只要一紅那個化保養品 我就把它放到一邊 我就立刻又去買新的保養品 然後這次我就 因為就是 胡鬧哥叫我就是要用 第一是胡鬧哥叫我要用 然後第二最重要是因為這個保養品很貴 所以呢 我就覺得既然都花很多錢 是沒有用很浪費 第三是就是前幾天我去看那個 譬如我看醫生 就是陪我姐去看那個醫美的醫生 然後那個醫美的醫生 跟我講說 就 因為他問我說我擦什麼保養品嘛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這種換保養品的這種狀態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要給保養品一點時間 不要那麼快就把保養品換掉 所以是因為這三個因素讓我就是 還是很堅持的在擦 我就發現他們講的 是真的欸 原來保養品真的是需要 一點適應的時間 所以像我之前那樣瘋狂的 換保養品完全是錯誤的 重生蜜貼 然後我今天擠了兩滴 早上的時候我只擠了一滴 我覺得整個抹起來好像 就是非常的不夠 如果你要擦全臉的話 還是擠個兩滴 兩滴你才能夠有那種 乳液的那種滑順感 你才能夠推它 不然早上我擦那麼少 我都覺得我好像在拉扯我的臉皮喔 感覺皺紋都要被我拉出來 雖然我擦保養品好像是有一點過度大力的 我覺得那個醫生也蠻厲害的欸 他開給我那個藥之後 其實我覺得我的臉就是 疹子消了很多 因為之前啊 我就有去看醫生 醫生開保養品給我擦都沒有用 我一定要吃 就是一定是要吃的藥我才會好 如果光靠擦沒有用 就首先有點不曉得是因為醫生的藥很好 還是因為我也搭配了還不錯的保養品 可能兩個都有 都有關係吧 就是我有好好擦藥 然後我保養品現在也用的是比較好 像那個 波洛克然後Kelly就講說 保養品就是要擦櫃的 他說他就是要擦我牌子的 他說保養品比較貴真的是有差 不然他為什麼要那麼貴 應該也是有道理的 可能以前我都太急功近利了 太希望趕快有成效 所以 一看不到成效就不用 這樣不是很好 所以 建議大家買好一點的保養品 然後要比較 堅持一點的用 不要像我一樣 這是天氣淡乳液 很神奇的 我覺得我畫的臉都沒有 都紅了 那邊是真的很神奇 那我很睡 因為前一天我有去試穿混沙 然後那個時候我的臉就 紅得跟鬼一樣 要是這兩天就是 我的臉看起來就像個正常人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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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